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 要说印度和中国之间最近是打的火热, 从6月中旬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以来,印度方面是积极表现,狠话制裁不断, 先是放出了中国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的消息,后又是为此次冲突中死亡的士兵举行了国葬, 调动了印度国内的民族情绪后,又在6月17号向亚投行贷款了7.5亿, 然后6月22号的时候,反手就向俄罗斯下了7.8亿的战斗机订单,这一波操作可谓是环环相扣。 6月29日,印度政府更是高调宣布,禁止使用59款中国的社交媒体软件, 你能说的上来名字的,别管你批没批外国抹架,统统打压。 印度境内的群众现在激动的心情,就像当年喊着保卫钓鱼岛的小粉红们一样, 一面打砸国内的中资企业,拒绝接待中国游客,一面抵制着给中国工作的本国公民, 吓得那些在印度建厂的中国公司,是纷纷换上了印度制造的标语,祈求逃过一劫。 而中国印度约好的会谈,不仅扑分而散,反而加剧了双方的增兵。 中国加快了步伐建设边境线上的军营,而印度一边往前线,大肆运送武器军人, 一面扣押了中国的货物。 印度方面群情激昂,反观中国政府倒是异常的低调, 国内方面没有什么关于此次中印冲突事件的报道,也没有出现大规模抵制印度的事件, 甚至连一贯使用的外交战狼都没有出现。 对于印度方面说中国死了40多个军人的消息,外交部的赵立坚只说了一句,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,这是假消息,就闭了嘴。 完全不像平日对美国般舍出一系列的成语,强烈谴责印度的行为。 要说此次冲突,印度总理穆迪承认是印度士兵越界到了中国领地,发生了此次流血事件。 理论上来说,中国应该占理,理应拿出来大做文章。 然而中国政府的表现让人摸不着头脑,先是死活不肯公布阵亡将士名单, 又是要求阵亡将士秘密下葬,不许发丧。 《环球时报》主编胡叼盘还站出来温情默默的发文说, 中国没有公布解放军士兵与印度军人肢体冲突中伤亡的数字, 他理解是中方不想让两国公民对双方阵亡的数字进行对比, 从而刺激两国公众的情绪,这是来自北京的善意。 你听听,咱们大北京总是对外国人民充满善意,对于自己的人民真是爱之深,择之切,整不死不算完,连个姓名都不能留。 要说这次中印冲突,仗还没打,但是俄罗斯已经开始躺着赚了钱, 先是卖给印度数架先进战斗机,又是敲定了卖T-14坦克的合同, 并且双方就武器生产线印度落地的项目也进行了磋商,建立了共识,确认了流程。 这双方浓情蜜意的你参加我的胜利阅兵,我为你的军演战台一派祥和。 在被问到卖给印度武器会不会冒犯北京的时候, 人家俄罗斯科学院的专家库普里·杨诺夫说了, 为什么不卖,我们与印度的关系甚至比中国的关系还重要, 如果说中国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,那么印度就是特权战略伙伴。 而对于俄罗斯卖给印度军火这件事,外交部长王毅依旧坚定的说, 中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是牢不可破的,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勇气和自信。 你说说这北极熊多聪明伶俐啊,一面高价卖给中国石油、天然气, 一面卖给印度武器、装备、去库存, 普京大帝是稳稳的坐在那儿,等着你们这边表一下中心,那边摇一摇尾巴。 一面在国际上塑造友好和平的形象,背地里敲打着中国, 小子,你又该卖点武器给我进点供了。 要说中国作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,俄罗斯的亲儿子,一边掏钱还得一边吐槽印度, 说我爸爸卖给我的是最好的,给你们都是破烂货。 你说印度和中国的冲突,双方用的是蓝牙棒、石块、木棒、铁棍作为攻击武器, 你们买这些战斗机军火干什么呢? 除了双方领导在找茬浪费百姓税金、中宝私囊外,找不到任何合理的理由解释。 而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形势,国内形势都极其严峻。 二次爆发起来,今天又有消息称,在生猪上发现了不同种类的病毒,发射的火箭卫星频频坠落, 而暴雨及三峡泄洪导致的洪水又让长江流域的人民暴受折磨,这一切都在考验着中国政府。 不过好在,政府的领导统一决定,不听不听,王八念经,企图用鸵鸟这一招数解决一些问题。 洪水已经泛满了一个多星期了,没有救援,官媒不报道,最高领袖也不出现。 或许只有雨过天晴之后才会有人站出来说,这太阳是我让它出来的,一切都是我亲自部署,亲自指挥的。 随着政府各种奇葩政策出台,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迫从岁月静好的梦中醒来,面对社会主义铁拳的迎头痛击。 虽然新闻联播里的祖国江山一片大好,但是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,群众的眼睛都是血亮血亮的。 最后讲一个有趣的事,有一个会推演的朋友最近聊天中提到,中国人民的苦难将在浩浩荡荡的民众运动中结束,运动发生的时间大概是在九月份, 而此后的中国将以联邦的形式存在,而有一个国家将率先承认中国崭新的政治形式,是玩笑话还是预言大家各有见解,这里提一下也算是给他留一个证据, 将来如果应验的话,找机会再多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朋友的一些推演。 好了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,感谢观看,咱们下期再见,白了个白。